中國的春雨來臨之前 中共病毒在大陸各地加速擴散 許多省市都封城、封路 民眾也被嚴令不得外出走動 面對複雜難控的疫情形勢 中共衛健委官員1月9號說 建議民眾在工作地過年 非必要不離開當地 北京、上海、寧夏、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河北等地 也先後發出過年期間非必要不返鄉的倡議 鼓勵起事業單位安排彈性休假 有條件的就地過年 浙江省甚至鼓勵企業發流港紅包、消費券 吸引外地員工就地過年 當地政府還發通知 要求訂單比較多的企業過年期間不必停工 用移港流工、以新流工的方式讓員工留下 但不少在外打工的民眾都感到很失望 希望過年能回去與家人團圓 江蘇南京、四川、成都、廣東、深圳等地也下發通知 要求黨政機關幹部、國有企業人員 帶頭在當地過年 離開必須經單位主要負責人批准 還要上報指揮部備案 河北省唐山市、衡水市也強制要求幹部職工 一律不出境 卻有需要的要嚴格審批管理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 河南、山東、安徽、湖南等15個勞動力輸出大省 至少有32個縣市發出倡議信 引導在外打工、求學的人員非必要不返鄉 一位在廣西南寧打工的四川農民工表示 現在工作不好找 就算過年能回家 日子也不好過 就是面對啊 就生活的結局啊 在很多精神上面的那些 就是各種各樣的那種衝突啊 在這種環境裡面可能已經習以為常啊 多地政府還要求 從地風險區返鄉的民眾 需要持核酸檢測證明才能放行 哎呀 反正就在工地幹吧 反正生活情況 也沒辦法 也不敢拋圓 別的地方也不敢去了 工作現在也不行了 這差不多都要停工了 都要停工了 現在這個生活肯定是有點影響了 我看到哪裡都有誰啊 政府都管 有的叫你做核酸 有的我請人像是要是飛去 都要提前做核酸嘛 像做了核酸 人家哪裡飛去呢 大陸媒體也配合中共的政策 大力宣傳就地過年的種種好處 目前中國各地的疫情已經出現爆發的態勢 官方防疫措施持續升級 近上週就已經有七個省份和直轄市 宣布全面進入疫情防控戰時狀態 由於中共官方通報的疫情數據一直遭外界質疑 很多民眾都擔心 官方搞這麼多大動作 真是疫情可能非常嚴重 面對即將到來的春運 外界普遍擔心 中共病毒會加速擴散 又擔心過完年 因各地封城 沒人能走出去開工的窘境 再次重演